35岁朱亚文老婆刚出院 发微博有深意 网友学王磊成为渣男 这几年朱亚文的事业是蒸蒸日上 在13年的时候合作周迅出演红高粱儿爆红 之后也是佳作不断 北上广不相信眼泪 北上广依旧相信爱情 我是证人以及建军大业等优秀的作品 奠定了在娱乐圈中一线男星的位置 在3月的时候加盟综艺生林奇境圈粉无数 一生宝贝更是成为无数迷媚 心中的性感男人 在事业上想有成就的朱亚文 在爱情方面更是甜蜜 和老婆沈嘉妮十分温爱 更是把老婆当作女儿来闯 在6月的时候 沈嘉妮再次为朱亚文诞下一位女儿 真是爱情事业双丰手 可昨天朱亚文的老婆沈嘉妮的一条微博 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甚至于不少网友骂朱亚文诗学习黄磊诗渣男 被不少网友骂得这么狠 到底是怎么了 原来是沈嘉妮发了这样 一条微博出关了 天空好蓝 空气好甜 姑娘好瘦 谢谢月子哥月子会所 所有可爱的人儿们 回见了 其实就是沈嘉妮出月子了 离开了月子会所了 而网友们认为最后三个字很有深意 回见了 难道是指沈嘉妮朱亚文两人 还是想要新三胎吗 所以说要回见了 已经是两个女儿的爸爸了 网友趁这是要学习黄磊的节奏吗 而众所周知 黄磊前两胎都是女儿 在三胎儿子没出生前 黄磊曾在综艺节目中称 自己并不重男情女 而执着三胎儿子后 黄磊也是被网友黑得很惨 认为心口不积 这次沈嘉妮了一条微博 而是把老公朱亚文害惨的 有网友趁这是朱亚文要拼儿子的节奏 也有网友趁这是学习黄磊成为渣男